以色列军队一日在加沙地带空袭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的援助车队炸死该组织7名工作人员 此事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 以军方5日公布了对这一事件的调查结果 承认犯下严重错误及程序违规 法新社称 这是以色列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6个月以来罕见的承认其行为不当 有分析认为 以方认错与美国总统拜登4日在通话中向以总理内坦亚胡发出最后通牒有关 美媒称 这是本轮巴以冲突中 拜登首次以美国对以援助为条件向以色列施加压力 阿联酋国家报称 这次通话后 没以关系降至新低 当下身陷困境的内坦尼亚胡同他最重要的战略盟友拜登之间的裂痕正在进一步扩大 不过 也有人对美国是否会对以色列动真格存疑 认为拜登此番言论只是为了缓解舆论压力 迎合选举需要 这里是单看世界 带你领略全球风云 探寻历史智慧 以色列政府5日发布的世界中央厨房人道主义救援人员预袭事件调查报告称 事发时 该慈善组织正在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援助物资 以军错误地认为 车辆内藏有哈马斯武装人员 在并未确认车辆是否与慈善组织有关的情况下 就发动了空袭 以军承认这起空袭是严重的错误 源于乙军的错误识别错误决策以及违反了标准军事行动步骤 报告称 乙军一名上校和一名少校已被免职 多名军队高级将领被通报批评 世界中央厨房5日强调 乙方的调查无法令人信服 应该对袭击事件发起独立调查 5日 美国芝加哥民众举行游行集会 抗议乙军袭击导致慈善组织 世界中央厨房7名成员死亡 法新社 据路透社报道 乙军一日晚的空袭导致7人死亡 包括三名英国人 一名波兰人 一名澳大利亚人 和一名巴勒斯坦人 另外一人由美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 波兰外交部副部长舍伊纳5日说 已收到乙方道歉 但波兰方面认为 乙方对军队宣布的处罚措施力度不够 应该发起刑事调查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6日说 澳方将指派一名特别顾问 并已要求以色列与其合作 以便澳方了解相关进程的恰当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说 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已有196名人道主义援助人员 在加沙地带死亡 他呼吁对此发起独立调查 以色列政府已经承认错误 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说 但关键问题不在于谁犯了错误 而是现有军事战略和程序 导致这些错误一次又一次的重演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5日通过一项决议 要求以色列对在加沙地带 可能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承担责任 并呼吁各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法新社称 这是联合国最高人权机构 首次对巴以冲突表明立场 同日 联合国安理会就加沙局势举行会议 多国代表 呼吁落实安理会加沙停火决议 并对慈善组织工作人员遭袭事件 进行透明 独立和公开的调查 以色列此次袭击慈善组织人员 引发轩然大波后 在本轮巴以冲突中 一直力挺以色列的美国的立场 备受关注 拜登向内塔尼亚胡发出最后通牒 路透社称 美国白宫四日在美领导人通话后 发表声明说 拜登强调 攻击援助人员的行为 以及目前加沙地带的整体人道主义局面 不可接受 他要求一方公布并实施一系列具体 切实且可评估的措施 以减少以军行动 对加沙地带平民的伤害 缓解人道主义灾难 和保障援助人员安全 拜登说 美方将评估 以方根据这些措施 立即采取行动的情况 进而决定与加沙地带相关的政策 美联社称 此次通话持续约30分钟 是拜登首次威胁以方 若不改变对加沙策略 美方将重新考虑 对以方的支持 美国Axios新闻网称 这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拜登与内塔尼亚胡 最强硬的一次通话 无论是语气还是内容 沙特中东报认为 拜登对以色列发出强硬的信号 旨在警告以色列不要走得太远 从而在11月的美国大选中 赢得更多阿拉伯裔选民的选票 以色列安全内阁5日凌晨宣布 以色列将加大放行 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援助物资可通过以色列南部的 阿什杜德港和埃雷茨检查站 进入加沙地带 以色列媒体5日报道说 以色列的上述措施 或来自美方的压力 路透社6日称 拜登对以色列态度趋于强硬 这种转环在民主共和两党两头不讨好 一些民主党人认为 对于立场还不够强硬 而部分共和党人则认为 拜登做得太过了 民主党参议员范火轮称 拜登应该更公开地 表达美国在加沙问题上的立场 并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新的做法 而不是阻止批评以色列的决议 加沙战争已经持续了6个月 以色列盟友的耐心正在耗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6日称 目前越来越清楚的是 以色列对于如何结束冲突 并没有可行的计划 在拜登本周发出最后通别后 内塔尼亚胡承诺 允许更多援助进入加沙 但他拒绝了人道主义停火的呼吁 也拒绝了重新考虑 对加沙南部城市 拉法开展地面行动的呼吁 新加坡联合早报 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多西的话称 美国对以色列的不满与日剧增 尤其美以在停火方面一直无法取得共识 世界中央厨房的7名人员 在以色列空袭中丧命 更进一步加深美方不满 纽约时报称 拜登一直没有公开与内塔尼亚胡决裂 是因为他认为这只会让后者更难对付 不少人认为 由于在公开的通话内容中 白宫没有说明 若以方不采取措施 美国对以政策可能发生何种变化 因此这种口头的外交威胁很有可能 只是为了把双簧唱得更漂亮 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 本杰明 罗兹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敦促拜登在巴以问题上 不要总是雷声大 余点小 除非出现实质性后果 否则愤怒无济于事 内塔尼亚胡不会在意美国说了什么 只在乎美国做了什么 美国参议员桑德斯讽刺说 今天拜登对内塔尼亚胡感到愤怒 明天感到非常愤怒 后天感到非常非常愤怒 可结果还不是国会通过了 向以色列提供更多军援的法案 你不能一边说 担心加沙人道主义状况 一边又给内塔尼亚胡 额外一百亿美元 这是伪善 依据以军最新声明 一名上校和一名少校已被免职 多名军队高级将领被通报批评 同时 军方总检察长将考虑 是否就空袭事件发起刑事调查 波兰外交部副部长安杰伊 舍伊纳五日说 波兰方面对以军空袭和以色列驻波兰大使 在事发后发表的争议言论提出抗议 以色列大使已经道歉 不过 波兰方面认为 以方对军队宣布的处罚措施力度不够 应该发起刑事调查 且波兰方面应该参与调查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六日说 澳方将指派一名特别顾问 并已要求以色列与其合作 以便澳方了解相关进程的恰当性 世界中央厨房五日则强调 应该对空袭事件发起独立调查 路透社报道 以军本次调查异常迅速 凸显出这一事件对全球民意造成的冲击 作为以色列的盟友 美国方面也对空袭加以批评 美国总统约瑟夫 拜登4日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说 美方将评估以方后续行动 并据评估结果 制定相关政策 多家媒体解读 这是拜登首次威胁以方 若不改变在加沙地带行动策略 美方将重新考虑对以方支持 以军五日发布空袭调查结果后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说 以方承担这起事件的全部责任 以及看似正采取措施 追究当事人责任都非常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如何确保类似事件不会再次发生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日说 自新一轮八亿冲突爆发以来 已有196名人道主义援助人员 在加沙地带死亡 他呼吁对此发起独立调查 以色列政府已经承认错误 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说 但关键问题不在于谁犯了错误 而是现有军事战略和程序 导致这些错误一次又一次的重演 他强调 问题的解决需要展开独立调查 并做出有意义的显著改变 196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遇害 我们想知道他们每个人遇害的原因 同在5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 要求以色列对在加沙地带 可能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承担责任 并呼吁各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决议还呼吁在加沙地带立即停火 和立即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准入和援助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 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3.3万人死亡 逾7.5万人受伤 5日凌晨 以色列安全内阁宣布 援助物资可通过以色列20度德港和埃雷茨检查站进入加沙地带 以方还将允许更多来自约旦的救援物资 从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运入加沙地带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以方做出上述决定 或源于美方压力 古特雷斯五日告诉媒体记者 加沙地带过半人口 也就是超过100万人正面临灾难性的饥饿 当援助的大门关闭时 饥饿的大门就打开了 他说 这不可理解 且完全可以避免